它其實裡面有一場戲的橋段 一樣就是我被那個婉君欺負 然後我就是很忍耐很忍耐 然後最後整個情緒大崩潰 是因為陳冠玲拿了烤魷魚來給我吃 咬咬咬就辣了 然後就哭了 然後就開始崩潰 我們拍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就有救護車啊 然後消防車好多 然後我們現場的燈光還支援那個消防車 就是把那個湖面整個打亮這樣子 情緒中斷了嘛 然後後來收舊完畢的車子都走了 然後又繼續開始哭 哭然後一下飛機一下什麼聲音好 結束了 這場戲我就拍完 我就非常的滿意 我覺得我可以挑戰辣到哭這樣 結果後來製作人跟我講說這場戲 因為這個橋段他們覺得 應該要怎麼樣去設定 另外再加一個什麼東西進來 會比較合適 所以後來這場戲就沒播了 那時候我們就是劇本都先拿到 都可以有很充裕的時間可以做功課 然後它其實裡面有一場戲的橋段 一樣就是我被那個婉君欺負 然後我就是很忍耐很忍耐 然後最後整個情緒大崩潰 是因為陳冠妮拿了烤魷魚來給我吃 然後那個烤魷魚的三角形 劇本裡面三角形是寫辣到哭 哭了辣到 就吃那個烤魷魚太辣辣到哭 哭了之後呢就開始整個情緒的發 那個宣洩出來 對我覺得那場戲是我演的印象最深刻的 咬了咬就辣了然後就哭了然後開始崩潰 我們拍到一半的時候還有人在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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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橋下 不知道是什麼 河濱的河濱我們在河濱那邊拍 因為他有人跳水耶 然後就有救護車啊然後消防車好多喔 然後我們現場的燈光還支援那個消防車 就是把那個湖面整個打亮這樣子 就是讓他們可以有他們有那個 好像是那種小艇收舊的那種小艇在那邊收舊 就打亮這樣 然後好然後情緒中斷了嘛 然後後來收舊完畢的車子都走了 然後又繼續開始哭 哭然後一下飛機一下什麼聲音好 結束了這場戲我就拍完 我覺得非常的滿意 我覺得哇我可以挑戰辣到哭這樣 結果後來製作人跟我講說這場戲 因為喔這個橋段他們覺得 應該要怎麼樣去設定 另外再加一個什麼東西進來 會比較合適 所以後來這場戲就沒播了 後來劇本全修改了就沒有落到哭 改去跟聖母 跟跪在聖母前面大就是崩潰 可是我覺得製作人真的很體諒我 那我又覺得說 他當然他會先安撫我的 因為我其實我對於這個 覺得自己落到哭這件事情 這場戲有做好 我自己很滿意 可是後來就是不播嘛 那後來改了那個跟聖母哭的那個橋段 因為我是基督徒啊 可是其實 其實因為我家裡面是拿香的啦 我媽媽他們都是拿香白白的 所以後來那個編劇他們就寫著去那個 就是跟母娘哭 是跟母娘哭 對那其實我自己從小到大的成長環境也都是 媽媽都拿香也是都求生命 所以對於我來說我還是覺得很有感覺的 反正因為我在3D長期以來都是比較 都是演正派的角色嘛 那其實很多網友他們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都跟陳觀玲搭啊 或者是我為什麼每次都只能演正派 我要挑戰反派啊 或是挑戰終身帶等等不同的角色 為什麼每次都是要發聖光這樣子 可是其實他們比較不了解的是 我們演員基本上是沒有自己可以決定角色這件事情的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知道嘛 發電導一定是製作單位安排 或者是電視台安排我們什麼角色 你不要說爭取啦 因為基本上他也不可能會把 嗯 別人我不清楚 可是我當然我也試著去跟釋出說 欸我也許我可以有不同的角色我也可以演 對啊 但我還是被安排到演這個角色 但當然製作單位他們也很用心 所以盡量在台詞上面去做一些調整 可是有一些戲嘛 你演正派的女角 你就是不能 你的演法你就是不能偏調啊 而且觀眾的接受度到哪邊 就是像因為一開始設定我的角色 是有點像那個黑道綠石紋身組那個女主角 屌屌的很帥我好喜歡你知道嗎 我還不行啊 我就是因為有一場戲在醫院跟我還去吵架 我就是太帥太屌了我自己覺得 我演得很要不鳥他嘛 就是演得很屌啊不行 就是要衝突 兩個要就是要真的要槓起來這樣子的草 所以我後來有一點想說 那我是不是在研發上面又要再調整了 可是我就不想回到原本的就是那種很 我娘公姐很讓的那個樣子 可是他有時候我覺得是罵到 我覺得有點過分的事 不要說有什麼罵 就罵 罵老的啦 沒有罵人家老啦 罵怎麼永遠都演同樣的角色啦 永遠只能跟陳冠林配啊 然後什麼不演終身帶啊 就很多啊 但其實我昨天晚上我已經釋懷了 真的 我前天看到有人截圖給我看 我就覺得說其實真的蠻不理性的 你們可以針對這個劇情 可是有一些其實是真的他們 不知道的地方 然後其實我也不會去跟 像現在啊 就是有時候在臉書上面 還是會有一些比較惡意的 故意來就是跟你 吵架 或是留下一些攻擊字眼的 我以前會很生氣 會直接在上面跟人家對桿 可是我現在不回 我會直接封鎖 我覺得好浪費我的生命喔